根据路透社报道 卡塔尔和埃及11号仍未收到 以色列方面对停火方案的正式回应 当天晚间 以色列新消息报 援引不具名以色列官员的话说 以方已通过相关斡旋方 收到哈马斯对于停火方案的正式回应 但认为哈马斯修改了方案当中的 所有基本内容 以方认为这意味着 哈马斯拒绝了停火方案